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恒天员们在太空的新家舒服吗 在天上如何生活 普京和拜登的挥舞落幕 美国广播公司回顾20年来美俄关系的跌宕起伏 有媒体感叹 美国的总统来来去去 但20年来打压俄罗斯的政策从未奏效 韩国近期高空抛物现象旅有发生 一名男子在公寓楼下行走时 险些被从天而降的滑板车砸中 一部手机从31楼掉下也险些砸中行人 看到17号三名中国航天员承载着神舟12号飞船驶向天河核心舱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特殊的三人组身上 那么他们在太空的新家舒适吗 是什么样的 另外他们在太空怎么生活呢 北京时间6月17号清晨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承车出征一事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广场举行 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之行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请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聂海胜 航天员刘伯明 航天员汤红波 出发 是 应礼 6点32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下达命令 聂海胜 刘伯明 汤红波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开启为期三个月的飞行任务 并将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首批太空访客 9点22分 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摇12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起飞 约573秒后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聂海胜 刘伯明 汤红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返回舱内摄像机拍摄的画面显示 三名航天员相继做出OK的手势 表示状态良好 经地面确认坐舱环境正常后 航天员打开面窗并冲镜头挥手示意 舱内画面显示 第三次进入太空的聂海胜居中面露微笑 第二次进入太空的刘伯明和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汤红波 位置靠窗 侧头望向窗外 9点43分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志芬宣布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指挥大厅响起热烈掌声 15时54分 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 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装二号货运飞船 一起构成三舱船组合体 整个交汇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 组合体飞行期间 航天员将进驻天河核心舱 完成为期三个月的载轨驻流 开展机械臂操作 出舱活动等工作 验证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 再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 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三位航天员太空常驻90天 吃住该如何解决 在16号举行的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主任助理季启明表示 天河核心舱提供了三倍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 航天员活动空间 配备了三个独立卧室和一个卫生间 保证航天员日常生活起居 航天食品方面配置了120余种营养均衡 品种丰富 口感良好 长保质期的航天食品 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 用于航天员日常锻炼 在太空长期居住三个月 如果想家了该怎么办呢 设计师在设计天河号期间 专门预留了一个信道 这个信道可以让航天员们和地球上的家人 进行视频通话和聊天 还能收发电子邮件 在人环境控制方面 相比前期载人飞行任务 空间站核心舱配置了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 包括电解制氧 冷凝水收集与处理 尿处理 二氧化碳去除 以及微量有害气体去除等子系统 能够实现水等消耗性资源的循环利用 保障航天员载轨长期驻留 此外 今年五月底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已经提前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顺利实现了快速交汇对接 中国空间站时代的首单快递 也就此派送成功 目前已知的天舟二号携带的货物中 不仅包括空间站推进机 以及各种空间实验设备 实验资料等包裹 还包括鱼香肉丝 公保鸡丁等 航天员载轨生活所享用的外卖 值得注意的是上天无小事 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的每分每秒 都有地面工作人员密切关注 不仅如此 地面上还有一个和天上一模一样的空间站 就是为了确保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地面人员能够根据模拟空间站的实际情况 给太空中的航天员提供强有力的地面支持 关联设施功能更加丰富 还有就是照顾咱们起居的 比如说像上厕所的配套的装置 也进行了升级和革新 跟前期我们的空间实验室 包括天工一号相比 那么小柱段里面的空间会更大 然后功能支持也会更丰富 沈州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也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中国五年来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中国迄今为止 时间最长的载人航天任务 中国空间站 几乎是外媒第一时间报道中 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中国已经成功于尤尊宇宇宇宙船 的打上了 路透社称 中国十七号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 搭载三名航天员 前往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空间站 这是中国人在禁地轨道 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英国广播公司称 这将是中国迄今为止 时间最长的载人航天任务 也是近五年来的第一次 这次发射和随后将执行的任务 是中国在太空领域 日益增长的信心和能力的 又一次证明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则评论 中国首个自主研制的空间站 有望与国际空间站竞争 神舟十二号凸显了中国 在航天工业方面的 更广泛的雄心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中国神舟十二号 搭载三名航天员升空 这将进一步推动 中国的太空计划 报道还注意到 在电视直播的视频中 神舟十二号飞越地球大气层 助推器进行关键分离后 航天员打出OK的手势 俄罗斯著名航天科普工作者 维塔利·叶格罗夫说 他相信中国将把太空科研 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他提到 俄航天部门 已对与中方开展太空合作 进行了规划 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功 有助于俄航天科研发展 根据中国空间站建造规划 将在两年时间内建成以核心舱为控制中心 问天梦天实验舱为主要实验平台 常年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两年时间内 各个舱段将在轨道上搭积木 组建中国空间站 一直以来 中国对太空探索持开放合作态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 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俄在载人航天领域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曾经开展了多项富有成果的合作 将来 中国两国还会共同实施 更多的联合实验项目 中国还正在与法国 意大利 巴基斯坦等国家 围绕在空间站 开展基础物理 航天医学 空间天文等领域的空间实验 进行双边合作交流 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 就中外航天员联合飞行 提出了合作意愿 中国总体上对此持欢迎态度 相信在中国空间站建成后 将会看到 中外航天员联合参加 中国空间站的飞行 中外航天员联合作意愿意 不是为中国有关的利益 而是为人们 总共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于16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会晤 他们两人握手三秒钟 却会谈三小时 他们聊了些什么话题 这次普拜会之后 俄美关系会发生好转吗 当地时间16号 日内瓦连日来的喧嚣 迎来了高潮 美俄元首历史性的会晤终于登场 当地时间12点30分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日内网 并要求取消原有的欢迎仪式 下午1点 普京准时出现在拉格朗热别墅 13分钟后 美国总统拜登也抵达现场 在挂满美国 瑞士和俄罗斯国旗的入口处 瑞士联邦主席帕莫林进行迎接 做了简短的致辞后离开 随后拜登转向普京伸出手 两人握手时间不到4秒 据美联社报道 在会晤正式开始前的媒体拍照暖场环节 拜登和普京似乎均有意 避免直视对方 有媒体透露 在当天的俄美元首峰会上 普京和拜登互赠了礼物 普京向拜登赠送一套 俄罗斯传统风格办公用品 拜登则赠送普京一副定制飞行员太阳镜 和美洲野牛造型水晶雕塑 普京和拜登当天举行了 近两小时的面对面会晤 随后俄美代表团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涉及人权 气候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 网络安全 北极开发 阿富汗问题 乌克兰和叙利亚地区冲突 以及伊朗核计划等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美俄领导人的会谈时间 只有大约三小时 远远短于之前预估的四到五小时 普京表示他与拜登谈得不错 会谈结束后 普京率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表示 俄美都明白彼此的红线 但双方在会晤中 并未强调这些红线的细节 普京说 双方的会谈非常有建设性 但两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普京还表示 美俄两个核大国 对世界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 从核武器储备 核弹头和载具数量 从核武器水平 质量和现代性来看 都是如此 克里姆林工方面稍后透露 双方在峰会后 就战略稳定发表了联合声明 并对两国秉持 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的原则 进行了确认 拜登则在其发布会上说 会晤是良好和积极的 美俄需要为发展双边关系 建立起基本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和普京曾在2011年打过照面 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拜登 到访克里姆林工 与时任俄总理普京会面 2020年11月 拜登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 普京给拜登发去电报 表示祝贺 2021年3月 拜登总统在接受采访时 回忆起了2011年 与普京的交往经历 在16号的发布会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进行了回应 这完全没有意义 我们必须必须 一定要看在心 眼睛 而说 我们不为了解 我们不为了解 这些交往经历 我们不为了解 我们不为了解 这些交往经历 他们最后一切都不为了解 那么普京的这句话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 在国际主义大变局的形势之下 那么现实主义的这种做法正在回归国际政治 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政治 普京与拜登在会场内会晤的时候 美俄之间也在另一个战场交锋 在新闻发布会中 普京邀请了英国广播公司 以及彭博社等西方媒体的代表进行提问 但俄罗斯记者未能获准参加拜登的新闻发布会 这是美国新闻中心所在地 而这里将举办美国总统拜登的新闻发布会 但我们不能进去 甚至不能把摄像机朝向那个方向 这是被禁止的 我们没有采访资格 所有俄罗斯记者都没有获得采访资格 在会晤前 与会记者们都收到一张白色通行证 凭借它可以进入新闻中心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 美俄两国记者的新闻中心 分别安置在了不同区域 尽管如此 会晤的开始 还是伴随这一场新闻界的混战 一拜发生了 我想让你们知道 现在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美俄记者为了卡位 直接在两位元首面前混战 两国总统已经各就各位 但现实情况是 他们被迫欣赏媒体代表们 在入口处上演的这出闹局 为了让总统说的话能被听到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不得不介入 在一片混乱之后 俄媒记者问及佩斯科夫对此次普拜会的评价 分析人士强调 尽管美俄首脑会晤可能阻止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但双边关系很难凭一次会晤 就能迅速重启乃至正常化 我们看到普拜会之后 美国广播公司梳理20年来 美俄之间关系的跌宕起伏 这当中更多的是针锋相对 那就有媒体在感叹说 美国总统来来去去 而这20年来 对于俄罗斯打压的政策却从未走向 2000年5月 普京首次成为俄罗斯总统 6个月以后 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 2001年6月 在斯洛文尼亚 普京与小布什第一次正式会晤 小布什的一段话 为美俄关系带来了一股暖流 我看了人在眼睛 我发现他很简单 和信心 我们有很好的谈谈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心 他非常深刻的关系 和他的国家的最好 然而好景不长 2006年6月 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中 美俄关系恶化 在戴维莹 小布什对到访的丹麦首相直言 普京见识短浅 就像一个中学生一样 2008年11月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他提出要重启美俄关系 2009年3月 美国和俄罗斯重启关系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 送给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一枚象征重启的按钮 但好景不长 2011年12月 普京公开指责希拉里 暗中策划了俄罗斯国内的 一些反政府示威活动 2013年8月 俄罗斯给予被美国政府通缉的 斯诺登政治庇护 并明确拒绝了美国 引渡斯诺登的要求 两国紧张关系 进一步恶化 2014年3月 克里米亚入俄 彻底引爆了美俄关系的火药桶 奥巴马以此为由 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与此同时 奥巴马政府还因为 俄罗斯选择在叙利亚内战中 坚定地支持阿萨德政权 而大为光火 2016年9月 奥巴马与普京 在G20峰会上会面 奥巴马就黑客入侵事件 和希拉里邮件门事件 与普京展开对峙 而这也拉开了美国内部 攻击俄罗斯通过网络 干涉美国政治的序幕 2016年11月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普京第一时间就向特朗普 表示了祝贺 而特朗普也在多个场合 向普京抛出橄榄枝 但仅仅几个月后 2017年3月 联邦调查局局长 詹姆斯科米 出现在了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 他首次确认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 俄罗斯试图干涉 2016年总统选举的行为 2017年5月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 接待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以及俄罗斯驻美国大使 谢尔盖·基斯利亚克 结果特朗普又被爆出 在会谈中透露了有关 极端组织的保密情报 2017年8月 美国国会压倒性的 通过一项法案 以干涉2016年大选为由 制裁俄罗斯 特朗普闭门签署了法案 称其为严重有误 2018年7月 在赫尔辛基与普京的峰会上 特朗普坚称 他相信俄罗斯 没有参与干涉大选 美媒分析称 回顾过去20年 美俄关系的跌宕起伏 似乎每没有新任美国总统上台时 美俄关系都会有一小段回暖 虽然这样的尝试总是很难维持 但说明美俄还是有缓和关系的需求的 然而2020年11月 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后 普京给拜登发电报表示祝贺 但拜登似乎从始至终 都对俄罗斯保持着强硬的态度 甚至称其为杀手 有媒体感叹 美国的总统来来去去 每一个都试图改变普京 但20年过去了 打压俄罗斯的政策从未奏效 来看 随着公布的新增确准病例数在下降 亚洲多国开始逐步放松 因疫情采取的封锁限制 印度新德里从15号起 部分地铁恢复运营 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 重新开张纳克 餐厅也被允许开放50%的座位 市场里人群嘻嘻嚷嚷 不少人没有佩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高端购物中心也是人头攒动 印度有疾控专家担忧 人员去及可能导致新一轮疫情的爆发 而泰国总理8月16号发表电视讲话 说为了尽快恢复国内经济与旅游业 泰国将力争在120天内向游客全面开放 他说要尽快恢复在过去一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民生经济与旅游业 最重要的是应对方式就是要开放边境和吸引游客的回归 好 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速览 6月16号中国中铁武局宣布 其承建的中老铁路最长桥梁 彭通特大桥主体施工日前已经完成 彭通特大桥位于老窝首都万象市 全长7528.56米 另据老窝国家电视台日前报道 中老铁路万象站已经完成了70%的进度 中老铁路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与老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 采用中国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建设 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韩媒报道 几天前中青南道鹅山市一栋公寓楼门口 发生惊险一幕 监控录像中一名男子正在楼下行走 突然有物体从天而降 重重砸在他面前 定睛一看竟然是一辆滑板车 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名中学生 从六楼把滑板车扔了下来 6月10号在天安市某小区 一部手机从31楼掉下 也险些杂重行人 据韩媒统计 近期高空抛物现象屡有发生 坠落物会成为危险凶器 专家指出 高空抛物足以对他人安全构成威胁 可追究刑事责任 据韩国A频道报道 由于汽车芯片供应暖缺 韩国车企不少新车的出库时间 不断延长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在等待新车的同时 将视线转向二手车 这导致二手车价格不断上涨 价格甚至超过了新车 记者调查发现 最近热销的几款人气车型中 二手车普遍比新车贵 100万韩元以上 约合人民币5680元 受到芯片短缺影响 5月现代汽车的产量 比4月减少了16.7% 起压减少了26% 现代汽车也于6月16号 暂停了鹅山工厂的生产 据日媒报道 16号下午 京都市高野川河边 出现了一个野生鹿群 鹿群中还有一头鹿宝宝 这个鹿群中有八头野生鹿 他们看起来非常惬意 专家称 这些鹿来自山区 可能是因为河流沿岸 水草丰富 而且便于藏身 鹿才会沿着河流移动 据印度NDTV电视台报道 受疫情和全球油价上涨影响 今年印度油价一路上涨 汽油和柴油的价格 几乎每隔几天就要上涨一次 继汽油之后 印度每升柴油的价格 也超过了100卢比 约合人民币9元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日趋缓和 各地陆续解封 出行活动增加 导致对汽油和柴油的需求 再次增加 印度民众生活成本太高 呼吁政府能下调油价 据美媒报道 本周美国西部多地 遭遇长时间创纪录高温 一些地区最高气温 可能逼近50摄氏度 截至16号 亚利桑那州的图森 连续5天气温超过43.3摄氏度 加利福尼亚州的部分地区 17号气温逼近50摄氏度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极端高温的天气 预计至少持续至周末 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室内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